大家平安 欢迎继续跟我们一同来阅读圣经 我们今天来到提摩泰前书的第三章 我们记得提摩泰前书的重点或者主题是 怎么样过一个敬虔的生活 面对内忧外患的以复守教会 作为一个年轻的传道人 提摩泰要怎么样去带领这个教会呢 保罗给他的劝告就是 回到信仰的基础 过一个敬虔的生活 那么敬虔不单单是内在生命 那种仰望神 依靠神 信靠神 信心坚定 有内在生命的这种操练 敬虔生活必然也带来外在行为方面 生命里头的一种流露 因此我们看到来到第三章这个地方 特别在第一到第三节 保罗就劝请教会里面的领袖 这一群的人应该就是 敬虔生活 敬虔生命的一个榜样 他们要在会众面前 带领会众 教导会众 那么他们自己的 与神的关系 固然是非常宝贵 但是 外在的这个生活 是否流露出来呢 是否有流露在他们的服饰上呢 这是这段经文 我们可以看到保罗给提摩泰的一些的劝告 要他去这样子的 按着这一些的方向来去建立教会 建立教会的领袖 我们还没有进到经文之前 我想我们可以先了解一些的字眼 在这段的经文当中提到两个职份 一个是监督 一个是执事 在第一节 一直到第七节那边 谈到做监督的是怎么样 英文可以翻译成 overseer 那么 这个第八节开始 就是执事 Dicken 那么在其他的经文 我们可以看到有些教会 或者有些地方 还有长老 学者基本上有两个大的方向 就是第一 监督跟长老是指同一个的岗位 有些地方叫监督 有些地方叫长老 那么另外这一种的角度 就是基本上只有两种的岗位 监督或长老 然后就是执事 另外一个的看法就是 其实是三重的岗位 有监督 有长老 然后有执事 如果是站在三重的角度的这个岗位来看 监督基本上他就是一个领导 他的角色在于管理 在于领导的那个层面 放在我们今天的这种的体制 有点像会读 这样子的一个的角色 他领导整个联议会 或者领导整个卫理工会 他要看整个卫理工会的这个方向 那么长老就是牧者 这样的一个角色 他在某一个的地方 某一个的牧区 用回我们今天的这种的表达 在某一个的地方 某一个牧区来做教导 来做牧养 带领教会来牧养上帝的羊群 教导他们 用真道用真理教导他们 那么执事 就是这一个教会的领袖 协助牧者协助长老 来去同样的做牧养 做教导 做一些的带领的工作 我们看到如果我们从这个三重职份的角度 我们大概可以有一个这样子的理解 那么不管你是站在三重职份 或者两重职份 基本上我们可以知道提摩泰前书 就是稍微后期一点的书信 因为当时候教会已经成型 而且可能有一定的规模 那么需要有这一些的职份 来做牧养 来做更好的教会里头的行政管理 我们知道行政管理非常重要 那个不是所谓世俗的东西 那个正是一个好好做管家 我们需要拥有的一种系统 来帮助我们更好的在教会的生活当中 来做牧养的工作 来做领导 来做管理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就谈到两种的职份 一个是监督 一个是职事 我们看从第一节一直到第三节 就谈到这两种的岗位 那么他们当中有许多的东西其实是重叠的 如果我们要把这一年串的资格条件 来整理一块 整理一下 我想我可以整理成三大的范围 第一个范围是什么 第一个范围就是关乎品格的事情 要做牧者 要做教会的领袖 品格必须是异常看重 而且是不能够妥协的 我们看到圣经怎么说呢 他说在做领袖的必须要有好名声 不单单是在教会里面有好名声 第七节也要在教外有好名声 在教会里面有好名声 这个当然很好 当我们好的侍奉 我们服侍的时候 别人认识我们 别人会称赞我们 但是在教外也有好名声 这也非常宝贵 我们不单单是在教会里面做好人 回到公司 回到工作的地方 我们是一个恶老板 我们是一个剥削员工的人 那也不行 信仰跟生活就分割了 那不行 在教会里面有好名声 在教外也要有好名声 免得经文说 为了诡谤 就落在谋鬼的网罗当中 除此以外 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些的品格 比如说节制 克吉 圣经说要接待人 在第二节那边提到 要接待人 而且第三节说 不叙酒 在九经的这件事情当中 要懂得克制 不叙酒 因为我们知道喝醉酒喝多了 就会混乱 会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也不会有好的见证 而且那边提到说 不贪恋钱财 第三节也在第三节 许多的牧者 或者许多的领袖 在我们的服饰上面跌倒 其中一个很大的陷阱 就是钱财的诱惑 你是做牧师 我就尽量不要让教会的钱财 经过我的手 当然在教会里面做管理 我们需要签支票 我们需要关心教会的账目 但是基本上在尽可能的情况当中 比如说我们去探访 有一些弟兄姐妹要奉献 偷我们带回到礼拜堂 通常就要两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才接受 如果一个人 我就会在他的面前算好这个钱 如果他一定要把他带回到礼拜堂 我就可以打开那个红包或者信封 算好这个钱 然后做好一个的记录 然后回到礼拜堂 快快的就要把这个事情交给同工 不要放在 放在记得盒包里面 放在一个的地方 很容易就忘记 这些的久而久之就成为试探 非常不好 我们必须要在金钱方面 清清白白非常小心的来做处理 还有在经文当中说到 也不要说闲话 这一课的表达 特别在第11节那边讲到女执事 我想不单单是女执事 男的也会说闲话 在教会领袖当中 有些时候我们会听到 比别人听到更多的事情 不要把它当成闲话 来去传讲 那不单单是我们在小组 在一些服事的岗位当中 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 总括来讲 这个部分是品格的部分 我们看到其实经文里面 大部分的篇幅 是在谈这一件的事情 可见做教会的领袖 做指示 做牧师 那么品格 那是我们不能够妥协的 求神帮助我们 那么另外一方面我想在经文当中也非常明显 那是提到家庭的这个的层面 比如说那边讲到说在第二节 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不能够有多妻 不能够在男女关系里面混乱 在男女关系当中如果混乱 在家庭的关系里面混乱 我们就发现到那就是成为一个很大的破口 让恶者有机会来攻击我们 经文也说要管理好自己的家 第五节能若不知道怎么样管理自己的家 怎么样照管上帝的教会 要管理好自己的家 在第十二节那边也讲说 这个执事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 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 我们看到这是圣经另外一块很重要的 谈到我们怎么样照顾我们的家 是我们要侍奉 但同时我们要照顽我们的家 把孩子在上帝的信仰上建立起来 教会的领袖如果孩子们都失落的时候 孩子失落的时候 在信仰里面失落的时候 那是非常可悲的 当然我们也不是说 我们所有的基督徒的孩子失落 那一定是父母的责任 我也不是这样的意思 有些时候我也知道 有些弟兄姐妹很虔诚的 很好的去管教自己的孩子 但是孩子来到一个的阶段 接交的朋友还是其他的原因 就变得反叛 那有些时候我们尽的能力 只能够把它交给上帝 但是我们必须尽我们的能力 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 管理自己的家 让我们的家也能够成为美好的见证 品格 家庭 然后第三才讲到侍奉 而在侍奉当中特别提到教导 这一个的层面 我们看到在第二节那边讲到说要善于教导 然后在执事的那个部分也是如此 第九节说要固守信仰的奥秘 要持守信仰 然后也要能够去教导别人 来去做这一个服事 在第十三节 善于做执事的 为自己得到美好的地位 而且能够坚信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信仰 坚守信仰 做教导的这个工作 除此以外也提到说 不要让刚刚信主的人第六节 来做这一个的监督 免得他自高自大 就掉在撒旦的圈套当中 刚信主这边的 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信仰要成熟 信仰成熟可以善于做教导 弟兄姐妹 但愿神帮助我们 我们能够在品格 在家庭 也在我们的服事 特别在真理教导 真理传承的这一块 好好地学习 做领袖的 多阅读一点的书籍 多听道 然后我们能够按着圣经的真理 来去侍奉神 来去照管神的教会 愿神使用我们当中 每一个人 为他来使用 在教会当中 为他做美好的见证 我们同行祷告 天父上帝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谦卑地 被你来使用 特别为着我们当中 做牧者 做领袖的 做执事的 向你来祷告 使用我们 保守我们的家 保守我们的信仰 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